季篁 回来了 伯母呢 接过来了 我妈去世了 怎么这么突然啊 你还好吧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你自己回来的 那季霄呢 怎么没再多陪她几天 快放假了 我这边的工作做完就回去 来 何老师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 我要备课了 好 那我不打扰你 我怎么会这样 我没想到 知道吗 我怎么得来 你怎么能够 帮来 你怎么能够 我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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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主任 西方文论已经考完了 试卷什么时候发给我改啊 西方文论 我查一下 卷子季老师已经拿走了 他说他自己改 对了 你下个学期就不用给他当助教了 季老师从下个学期开始 就不在这里工作了 什么 他要调走了 调走 调去哪儿 回北京 回母校吗 不是 调回老家 我刚给他办了手续 那个学校是叫什么名来着 是中碧能源学院 能源学院 对 季老师 关老师 彩虹 我已经尽力了 我劝过他 系主任书记都劝过他 他怎么都不答应 书记为了挽留他 亲自打电话到北京 让苏少白教授劝他 苏老教授打了三个小时电话给他 都没做通他思想工作 关老师 要不你再努把力吧 我知道 最近他母亲刚刚去世 对他打击挺大的 他现在很容易感情用事 做出对前途不利的决定 彩虹 你就没有试过自己亲自去劝劝吗 我 季篁一直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母亲过世对他弟弟打击很大 他弟也是能源学院的 听说明年考研身体还不如他哥哥呢 我想季篁可能想换个工作 这样照顾他弟弟起来方便一些 回去也就是权宜之计 他弟都大三了 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吗 说是受的刺激比较大 精神状态都不太好呢 他们母子三人一直都相依为名 感情很深 关老师 中碧能源学院 您听说过这个学校吗 听说过啊 怎么了 能源学院 能源学院专业跟他也不对口啊 那有中文系吗 应该有吧 这个学院听说规模还不小 正在扩建呢 关老师 要不你再劝劝他吧 我求求你了行吗 彩虹 你看 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别光考虑别人考虑考虑你自己呀 我让你改的论文你改好了吗 我还在改 从我手上已经走了一个季篁 你要是再不好好干的话 那我这教学生涯也太失败了 对了 对了 季篁教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下个学期我跟系里建议过了 准备由你来教 啊 啊什么啊呀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得好好珍惜啊 助教也是迟早要上战场的 嗯 好 季篁教的 立楼 那你不想 你不想 有 那你不想 我不想 感谢观看